可是各位像这样的一个情形 他在当时送给他小孩 帮他出买卖房屋的款项 五六百万也没有富有负担 也没有说他有什么不孝 而是他现在往生死亡了 像这种赠与的话 根本就没有办法要回来 等到将来的时候 你可以在遗嘱里面跟他写说 我这个债务我就抛弃了 不请求 而且这个借贷 进可攻退可守 发生这种情形的时候 也可以比较保住你当时的部分 像这样的一个事情 一发生的时候 你可能房子全部要不回来 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要来跟各位讲的是 这样有一个case 就是说 有一个人他娶太太了以后 那么也生了一个小孩 差不多满周岁 那这个时候 他们就想说要去买房子等等 那父母亲也觉得说 也是应该的 所以这个父母亲 就来帮他买房子 那么帮他出了 大概五六百万这样子的部分 叫他们去看房子 那么在这个比较早期的时候 他们就在这个我们高雄的桥头附近 就是看了一个透天的房子 那他们看好了 大家都都满意 这个假跟这个倚 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就抱在一起 睡成这个兜 两个人就睡成这个兜 的样子 然后这个太太就问那个先生说 哎呀我们这个明天要这个买房子签约 这个房子要登记谁的名字 结果这个先生是就想说 哎呀妈妈有帮我们出钱 妈妈说这个房子要登记我的名字 这个太太一听就很不高兴 马上就转过去就变成睡成笔了 先生就一直说 哎呀你刚刚好好的 你现在是怎样啊 是怎样 那个太太就说 没啦没怎样了 睡觉了睡觉了 结果这样就说 哎呀刚刚就好好的 你为什么要生气呢 他就讲说 哎呀你去跟你老妈睡了 所以两个人就吵起来睡成笔 那隔天啊在签买卖契约的时候呢 结果这个先生啊就没有用他的名字去签约 而用太太的名字签了约了 各位那么后来这房子呢 他都没有让他父母亲知道 登记在太太的名下 后来这个先生啊不幸就中途就死亡了 那各位 他这个死亡的时候 太太还很年轻啊 而且很多的保险啊 抚恤啊 都是太太领走了 这个跟早期呢 我们那个有一个 白小燕命案的时候 有一个警察叫曹立民 他也是这样子 他虽然跟他的这个女朋友还没有结婚 但是他肚子里面有一个遗父子 那后来这个曹立民呢 因为就是在追捕陈进兴的时候 被枪击死亡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会变成说 这个遗产呢 还有抚恤 应该由谁领 类似这样的情形呢 非常的常见 那像这种中途 他就死亡了 那这个情形的时候 所有的保险啊 抚恤都是太太领走 房子也是太太领走 这个父母亲就很不甘愿啊 就来告这个太太说 这房子是我的 你要还给我 类似像这样 那另外一个 也是这样的一个案子啊 就是说他的父母亲呢 很早就给 就给这个乙啊 他的这个儿子呢 买了一栋房子 那后来呢 十几年后呢 这个乙呢 就是跟这个太太贾结婚了 结婚了以后呢 他们也是生了一个小孩 那知道结婚一年多了以后呢 他这个儿子呢 是独子哦 他是独子 而发生车祸死亡 发生车祸死亡 那这个时候呢 他这个孩子呢 父母亲帮他买的这个房子呢 就已经是登记在孩子的名下 因为我们的继承法里面呢 就是说 广生了以后呢 是配偶跟子女呢 是第一顺位 就是把它继承掉了 父母呢 他反而是在第二顺位 所以这个透天的房子啊 当初买的时候是七百万上下 那现在已经涨到大概一千三百万了 那当然这个父母亲是非常的不甘愿啦 就想说呢 要把这个房子给要回去 所以他就请律师呢 来告他们这个 媳妇跟这个满周岁的小孩呢 是借名什么 登记啦 经常这种官司都是有的 那这种官司打起来呢 到底能不能像这样子 我当初帮你出钱买房子 当初出钱买房子 那么后来登记为太太的名字 这样子的话呢 能不能跟太太要回这个 当初他帮她出的五六百万 像这样 他讲说 你买的那个房子登记你的 那个房子是由我出的钱呢 那各位律师就会讲说 这个时候登记你儿子买这个房子 登记我太太的名义 是夫妻赠予给我呢 那至于你赠予这个金钱给你的小孩 那个是你要跟你小孩要啊 所以你的小孩现在往生了 那这个情形的时候 赠予叫做起手无回大丈夫呢 所以赠予除非当时呢 负有负担 负有负担 譬如说 如果我赠予给你 你将来没有办法养我 那这个时候我要撤销赠予 除非这个负有负担 而且有写清楚 或是说呢 有所谓的不肖条款 你呢 不服养义务 这个时候我才可以把你撤销掉 那现在有很多的人确实是这个样子 赠予给小孩了以后 小孩呢 就不服养义务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利用 民法的这个不肖子条款呢 把它的这个赠予撤销掉 可是各位呢 像这样的一个情形 你是赠予的话 是没有办法的 那像这种情形的时候 我通常呢 就是说为了避开这样的一个风险 或是说呢 他们将来夫妻离婚了以后呢 如果登记在小孩的名字 而是婚后的财产 他又有民法1030条之一 配偶可以跟 产比较多的人呢 可以要一半 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 这个部分你帮了小孩子出钱 是金钱赠予给他 金钱赠予给他 又去买了房子 这个时候 你也没办法 把这个赠予拿回来 所以像这种情形 我都会建议说 如果在还没有很确定的时候 而且为了所有的小孩子的公平 最好你在出钱 帮小孩子去买房 帮忙他出自备款 或是让他贷款少一点的时候 那就先写成借贷 就是你借钱给小孩子 金钱的借贷 然后呢 甚至于他去银行贷款的时候 你设定第二顺位的抵押权 设定什么所谓的第二顺位的抵押权 那这种情形 等到将来的时候呢 你可以在遗嘱里面跟他写说 我这个债务呢 我就抛弃了 不请求 而且这个借贷 尽可攻退可守 如果说他们将来要离婚 或是发生这一种情形的时候 也可以比较保住你当时的部分 但是我们回头看看 刚刚这样的一个例子 这一个是很早的时候 父母亲确实就有买房子 要给这个小孩 那后来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他结了婚以后 哪知道结婚一年多以后呢 这个孩子生下来没多久 这个先生呢 就发生车祸死亡 我们当然是可以很理解说 我一个小孩 现在赐到三十几岁 我也帮他买了房子 结果他脚掉了之后 这个媳妇才来一两年 然后呢 就要把所有的财产 整瓦碰起 这个父母亲的话 会非常的难以接受 而且他根本也没办法继承 那因为我们的法律 是学习西方的 西方的法律更不中校道 所以西方的这个法律呢 是在看待下一代 让这个代代都可以 绵延不停 所以老人呢 变得比较没有用嘛 他的继承的顺位是在后面 而且他死了 还要再继承一次 不就也是一样嘛 所以这种情形的时候 变成是太太跟配偶 是第一顺位的这个继承人 那导致于说呢 他会非常的不甘愿 想要用借名登记的方式 把这个告这个太太跟他的孙子呢 去把他要回来 当然这个心情上 我们是可以理解也可以体谅 但是各位呢 就这个媳妇的这个立场 他先生已经往生了 这也是他先生留下来 给他的遗产 那他呢也还要再养这个小孩 所以他也有他的立场啊 所以法律呢 经常我们在处理法律的问题 都是夹在这个两栏当中 就是这一边呢 他也有他的立场 也有他的道理 那这一边呢 他也有他的立场跟道理 像这样的一个案子的时候 这一个父母亲呢 就来告说 这一件房屋图是借名登记 那这个太太他这一方呢 他当然是主张说 这个是你当时已经赠予给你的小孩 那你的小孩往生了 当然就是财产由我继承 我继承了这个小孩 也是要养你的孙子呢 这个的话当然就是变成这个样这样 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呢 其实有时候呢 就非常的难这样子 所以各位呢 我们人生没有后悔要 而且千金难买早知道了 在父母还没有很确定的时候 你是不是真的就已经是要给这个小孩 房子要给他的时候 各位有时候我们出钱帮小孩子买房子 我们真的是已经是赠予给他的吗 都还不一定 或许他孝顺的时候 我们就是赠予给他 但是他不孝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主张借名登记 像这样的一个情形 或许呢 我们在处理这个事情上 你可以还没有很确定的时候 你可以先写下借名登记啊 买给小孩的时候 你就先跟小孩讲说 这个我先帮你出 这只是借名登记 或是说呢 你在帮他出钱的时候 在还没有很确定的时候 你就是跟小孩先成立借贷 等到以后呢 你都一切稳定了 你想放手的时候呢 你这个时候才免除这个借贷 当然很多人就讲说 你借贷登记上去的时候 那个国税局挤柳钉的呢 就会来要给你克这一个所得税 但是这个呢 还是可以跟国税局说明的 我们不要天底下 那没有一件事情圆满到说 都没有其他的瑕疵的 你要两害相权其其轻啊 像这样的一个事情一发生的时候 你可能房子全部要不回来 但是如果你是这个样子的话 虽然会要去跟国税局讲一些 说我这里面借贷没有收取利息 没有收取利息 你不可以给我克利息所得 虽然有一点麻烦 但是我们不要因小什么 失大 我们经常呢 看到很多人呢 就会因小而失大的情形 那么导致呢 你对很多事情呢 都是想当然了 都没有毫无准备呢 以至于就会造成 事后非常的后悔 这种情形 其实是感情的撕裂了 如果要圆满的话 或许这个媳妇呢 就是也能够体谅 让她的这个公公婆婆的心境 能够呢 就跟她和解 然后呢 把一些的钱呢 还给这个公公婆婆 让她心里稍微舒服一下 比会这么样的一个冲突 那么这个财产呢 就归由这个媳妇他们去继承 更何况这个孙子还是女的 只要她不被收养 这个公公婆婆死掉了以后 这个阿公阿嬤 这个孙儿 跟他倒回来也是给你够生的 所以你所留下的财产还是将来 这个孙子还是可以要继承 那么这个媳妇他也要养这个孙子 或许有时候人生呢 都要看开了 这人生有时候是借用借用 时间到了 借到了 时间到就要还给这个天地 所以我们在继承的时候呢 婆友你只是借用借用的意思的 以上呢 这两个案例呢 就供我们同学来参考 所有的事情呢 预先有所准备 用方法去准备 或许你以后呢 就比较能够有收美本可以来主张 以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